為了吸引點閱率 在網路上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 這個正妹還有帥哥的選拔 今天這場很特別 還分成髮型組 電眼組跟梅池組 那麼第一名的 有機會成為專職模特兒 不過其中因為這個平允呢 毫不留情的潑了大家一盆冷水 他希望大家都要再減肥 至少三公斤以上 跳選網路辣妹不稀奇 如果還得分器官或是部位來評比 這就怪了吧 梅池組冠軍 三樣本身就是一位藥劑師 最愛刷牙 一口白牙齒 還曾經獲得台灣小姐選拔第五名 而電眼組冠軍卡蜜爾 是一位家教老師 號稱超撫妹大眼 居然還有網友想出價 每月二十萬來包養他 還有秀髮組冠軍新同學 現在是學生 但是身材好聲音嗲 捲捲髮是他上節目的優勢 目前最想挑戰 就是當紅的瑤瑤 只是這些正妹獲得冠軍 想要進軍模特兒圈 卻當場被評審潑了冷水 現場有點尷尬 沒有我剛剛就是 用仔細的看一下這三位小朋友 因為我比較嚴格 那最少每個人 最少要減三到五公斤 有沒有這麼誇張 這麼瘦了還要再減三到五公斤 可能當場就騙紙騙人了吧 而現在辣妹想要紅 想要出人頭地 還得在個人部位下功夫 創造特色 真的很辛苦 週日新聞張迅雄 啟報寶 是 是